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担心也担心不来 然后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然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资 如今会便宜 我们还可以不要起家 没有办法 因为 就是到时才打算 为了生活 也是要做 我想教一项运动 可是做起来不像运动 星期六早晨 这些小朋友毫无睡意 而是准备好要大显身手 这是本地举行的 新加坡攀岩一号 先锋攀登比赛 除了本地选手 也有国外的选手参与 今天的比赛会是 我们国内的全国比赛 所以新加坡最好的 最强的攀岩选手 全部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也是会用来选拔 明年的国家队队员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运动攀岩是今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 自从在2020年的 东京奥运会首次登场后 在本地越来越受到欢迎 因为我们每次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 没有那么repetitive那样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也很有趣 攀岩的人的确增加了 尤其是小朋友 家政们因为觉得有机会 给他们的孩子们 进入奥林匹克比赛 所以每个开始投资 在这个体育上 新加坡的攀岩馆 从2017年的10家 增加到目前的接近40家 当中有不少位于商场 让更多人能接触到这项运动 运动攀岩分为三个类别 领攀 爆石和速度攀岩 因为新加坡土地有限 不少攀岩馆选择 专注于其中一项 这间坐落在市中心的攀岩馆 就主打爆石 跟其他攀岩种类不同 爆石项目没有绳索 选手只在安全高度进行攀登 墙下有爆石垫做缓冲 爆石墙上也会标注攀爬路线的难度 让选手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 爆石它一个最简单的规则 就是有一个起攀点 一个玩攀点 然后用到的手点跟胶点 都是同一个颜色 起攀的时候 两只手是要在起攀点 两只脚离地 那就算是起攀 那如果我只是爬白色的路线 我只能用白色的手点跟脚点 怎么要上去呢 这个真的是看个人的技能 比方说我现在好 到了玩攀点了 我现在只是两只手握着玩攀点 那就算玩攀这样子 什么时候用哪一只手跟脚呢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 是真的这样子 然后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爬下来这样子 一步一步下来 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要不然就是从这里 觉得不是太高的地方 就直接跳下去就可以了 明耀是在冠病疫情期间 尝试暴食 他原本不爱运动 由于健康问题 而必须找一个能持之以恒的运动 我想找一门 找一项运动 可是做起来不像运动 一个活动 你说去健身房 然后一直做同样的动作的时候 感觉对我来说 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无聊 可是攀岩或者暴食 你不觉得 因为它比较像是一种游戏 可是同时你又可以消耗掉 蛮多的热量 所以它也是一门 就是蛮激烈的一门运动 本地暴食馆的攀爬路线 大部分是为业余爱好者而设 提供给专业选手的暴食墙比较少 但新加坡体育攀岩和东山联合会 正在非常积极地为本地专业选手 设置场地 和聘请教练培训选手 我们国家对一个礼拜 提供三次的训练 我们有三个国家对教练 我们最近也是请了一个乌克兰的速度攀岩教练 来训练我们的国家速度攀岩选手 来提供他们更多的训练的方针跟方法 跟提高他们的运动能力 出征国际赛事的本地健儿 往往需要各个体育协会和学院的支持 才能发挥潜力 有所表现 新加坡体育学院过去两年 也为出战奥运的选手提供健身场所 以及跟运动科学相关的建议 我们打在两年前就开始筹备 从这一个在巴黎的考察 还有资源人力的部署 然后在这一年多以来 我们跟教练员运动员 接洽的详细的计划 然后让他们辅助这个训练 然后在这个运动科学 在这一个计划 如何辅助他们更好的 能够身体的状况保持最佳 我们都做好全面的预备 所以我们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里面 我们的支持的团队 也陆续的要出发到巴黎去 然后在那里接应我们运动员 进入巴黎参赛 苏淳伟博士过去也陪同 不少国家队选手出征奥运会 他说争取奥运参赛权非常不容易 每个选手都值得尊敬 所以我们现在有二十几位 新加坡的运动员争取到参赛权 我觉得本身对运动员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希望他们能够把他这几年来 所累积的训练 在奥运会的时候推上巅峰 让他们自己个人最佳的成绩 能够在这一个巴黎的时候展现出来 他梦想参加奥运会 却在资格赛时被淘汰了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 他对舞者的艺术表现和创意表现能力的要求 可以说更高 今年霹雳屋首次被列入奥林匹克运动会 本地这三名舞者都梦想站上这个国际舞台 然而他们无缘禁忌 去那边就特别紧张 那个心理准备不够 因为你会怀疑就是说是 你有一点由于你自己的本领 够不够好 所以说是不大满意吧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 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加的专注 我们可以达到更多 马运挺今年27岁 他20岁时开始学习霹雳舞 当时是大学的一个学长 介绍一个新的舞种风格让我尝试 当时觉得挺心仪的 就决定尝试了 其实本地有挺多的本地比赛 但是真正踏入国际比赛旅程的话 是在2022年 我们到了美国的西雅图 参加一场比赛 运挺陆续参加了 2023年霹雳舞市井赛 和杭州亚运会霹雳舞比赛 积极争取奥运会的晋级资格 然而梦想的道路并不容易 霹雳舞的确对舞者的运动要求很高 但是他对舞者的艺术表现和创意 表现能力的要求可以说更高 所以其实在训练霹雳舞的时候 我都是自己定制的 例如我一个星期可能五到六次 每个早晨都会训练不同的身体部位 然后到了傍晚之后可能会练三到四个小时的舞蹈 舞蹈训练的话会在一个星期大概四次左右 然后可能还会定制一些体能训练 比如快跑之类的 霹雳舞文化在新加坡的历史不长 一开始是个片小众的舞蹈 舞者通常会自己物色训练场地 一些爱好者也会加入舞团 自从霹雳舞在2020年12月 获选成为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后 这项活动获得更大的肯定 Active SG在2021年举办第一届街舞比赛 也陆续在新加坡各地增设舞蹈室和开班授课 我们目前的训练场地都还是公共场地 很少人会到一些私人的舞蹈室练习 也没有这个机会和渠道 那当然其实国家已经开始有更大的支持了 就比如Active SG 他们在一些community clubs 已经有建立一些outdoor户外的一些舞蹈场地 练舞的场地 但是当我们学霹雳舞的时候动作很大 所以很容易跑位 所以可能我们都可以考虑做更多的培训规划 例如场地 设备 教练等等 黄缅阳今年31岁 他跳霹雳舞也是一名舞蹈老师 他觉得霹雳舞是艺术和运动的双结合 要学得好你就会觉得 你的体质也好 你要健身 你要跑 你要做很多来的身体准备才可以学得好 对 所以算是一般一般 定期的训练也很重要 但本地舞者大多数都有主要的工作 只能用业余时间练习 训练时做热身运动尤其重要 就几个部分身体的话就会比较重要 就避免受伤 就第一个就是脖子 你跟鞋子按下去 转三到四圈 另外一边也是 就第二个就是肩膀 做一点旋环的活动 小的先就再大了 对 就往后再往前 第三就是腰 就一直这样转 二到三十秒 就最后就是手腕 就你要做一点紧紧的握住 给它热身一下 然后放松 再紧 就差不多每个活动都二三十秒 虽然本地有不熟霹雳舞爱好者 但黄勉扬觉得 不是每个人能坚持下去 因为霹雳舞很 英文说是 Lead Gratification means 你的前六个月 可能你学一个招 可能学不会 六个月 但可能六个月一天后 你突然拿得到 然后有些人待不了 那个六个月 另外舞者如果要参加比赛 很多开销都是自费的 在很多的国家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非常 有规划的一个培训系统 很多的霹雳舞者 都进入了他们国家的运动学校 然后是一周六次的去训练 有包括体能 舞蹈 肢体的发育 或者是怎么康复 他们都有一些制定的机器 来帮助他们 我觉得如果新加坡达到了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对霹雳舞的更大的一个认可吧 然后也会激励更多的人想要学习 以及对霹雳舞更大的一个热忱 虽然三名本地选手最终无缘参与 今年的巴黎奥运 他们寄望通过其他赛事 累积经验 为国争光 身为一个舞者 参加比赛对我来说 我本身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拉近这个父子的扭带 很好啊 我是雨泽 今年十五岁 已经锻炼了两年 我下一个目标是一臂手掌握 由于现在我中三的学业很忙 我没有固定的时间去健身房 可是我天天会做一点 Cali-Standing的动作和运动 然后我也会和我朋友一起去学校的健身房 不然我就拜一礼拜的时候 我爸一起来健身房 前线发现 最近一两年 有不少青少年开始上健身房 强身健体 NS是来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让我健康 所以我能做职业 我从中学的时候去学校 因为在中学的时候我当中学的时候 我发现很弱 所以我父亲其实第一次带我去学校 我从13岁开始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有打中学球 然后我健身是因为我要强身健体 和速决压力 我小六中医时 我发觉到我自己的身材其实很瘦 我就想见多一点肌肉 比较好看一点 我动作有分成两个项目 一个Cali-Standing的 一个健身房的 我Cali-Standing 我通常会做一些Hand Stand Push Up 或Front Level 或就普通的Pull Up和Push Up 那我健身房子 我通常会做一些Inclined Band T Bar Row 这些我会比较喜欢做 然后我也会做一些Bicep Curl 一些Tricep Push 这样 其实我很鼓励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健身 就是可以叫他怎样去正确地使用那些器材 这样他不会那么容易地受伤 宇泽本身也是喜欢打游戏 可是不要一直沉迷在打游戏 忽略了去外面活动 我会比较鼓励他们去外面活动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告诉前线 从2019年到2023年 到ActiveSG旗下健身房的13岁到19岁男性 增加了大约八成 原因包括疫情后 运动设施开放 以及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健康 Level健身房有为青少年提供健身训练 他们注意到 确实有更多青少年对健身产生兴趣 我们这些青少年是12到18岁左右就开始去训练 有一般青少年是为了当兵而来训练 有一些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自信 还有运动表现 开始健身后 女者的体重增加了15公斤 体能也增强 可以做更多的俯卧撑 医生告诉前线编导 青少年健身不会影响发育 除非是健身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医生建议青少年健身时需足够成熟 并且接受专业教练的指导 青少年在青春期就开始参与健身运动 其实有种种益处 比如说能增强他们的体力 也能提高运动的技术和表现 这也能改进他们的心血健康 也能养成定期运动的这个习惯 健身教练提醒 健身时要注意比较危险的动作 比如说硬拉 握推等等 因为硬拉这些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脊柱 而且握推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肩关节 我看过许多青少年 因为用了不对的姿势 错姿势 硬拉的时候伤到自己的背 我们所说的斤膝 那这是你的脊椎骨 而如果做深蹲时没有掌握好的姿势 没有保持下半倍正直 这可能会导致椎肩盘突出 而这会压缩到旁边这些黄色 这些是显示你的神经线 而这些都是使到你的腿发力还有感觉 而这会造成脚麻痹或者无力的现象 健身教练认为青少年健身时应该循序健进 青少年12岁的话 我是建议他们做比较多玩游戏的动作 跳跃动作 因为这是练他们的基本动作 14到16岁之间就可以开始进行力量训练 16岁到18岁就可能可以开始举重一点的重量 此外健身时一定要做热身运动避免受伤 健身教练说热身的目的是提高身体的温度 保持身体的血液循环和让关节和韧带做好运动前的准备 他建议热身时要做五分钟的静态动作和十分钟的协调性动作 热身指南也包括协调性内动作 所以某一些跳跃动作也好 就比如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热身脚步 下肢的动作就是这样 一二三四 然后再快一点 这些热身动作就会准备你的身体 以提高你的身体温度 对于宇哲和父亲来说 健身也能促进亲子关系 我和我爸爸去的时候 我们去远逐这些 然后我们会找到一些地方 有护育的 我们就会拍一些视频 我们一起做护育这样 所以好处就在这一边 是说他做一些比较重的一些运动 我可以在旁扶持 他也是能够去扶持我 我本身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拉近这个 父子的扭带 很好啊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让我现在马上来试试看 我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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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害怕的 不要不要 我们在这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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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痛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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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